这次作业是一个20ml的容积量杯 首先要了解的是ML、CM和MM到底有什么关系 ML是一个容积的单位 你平时买的东西,标注是多少ML 如果你要换算到CM和MM,就要化罪 首先,1ML等于1cm的立方 1cm的立方等于1000mm 20ml等于20000mm的立方 我们画这个量杯 是一个柱体的量杯 首先,我们要知道原柱到底要计算一下 我们要画一些尺寸,要计算一下 首先,原柱体的公式是底面积乘以高 原柱体的公式是底面积乘以高 原柱体的面积乘以高 如果我们画一下,如果我们画一下 这个圆的半径是15mm的圆 它的面积是15乘以15乘以3.14 不妨大家用计算机也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不是数学堂 这样,就计算是706.5mm平方 然后,我们正如说,我们知道底面积 我们还要知道它的高是多少 它的高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得知是20ml的量杯 其实它是等同于20,000mm的立方 我们只需要将20,000mm的立方 再随以706.5mm平方 我们得出28.308mm 因为这个是无限不循环的小数 我们取得近次值28.31 事不宜事,我们开始去画 好了,我们去到123的设计界面 一开始我们先画一个处体 一开始我们可以按照它的容积来画 它的达计就是半径 刚才说了,我们要15 我们计算了它的高是多少呢? 28.31 我计算28.31 我们不计算28.31 我计算28.31 这些相机的一开始 我们既然会把柄子放在一边的交叉上 我计算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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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计算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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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功能是不要偷空,而是想向外擴展 首先,点选整个物件 第二,点选上面的面 上面的面就变成深蓝色 点选上面,点选上面的面 这个面称是外面 外面是保留内面的,向外擴展 内面的厚度是3mm 按按键,完成了 你便会留意到,下面的面称是3mm 我想把它放上去如何呢? 只需要选择杯子,然后选择暗点 它便会贴上去 那杯子我们便滑了 但是,因为我按着我的12D 所以TinkerCat的教程来说 其实它便滑了一个固定是20mm的杯子 你要滑给人知道,一个是20mm 你也有些东西标示的 而且,你要滑的时候 你也要有些东西标示的 有病去被人去滑 这个时候,我们先把它 180度调转了 可能比较难看一点 你就要善用一下旋转功能 即是按右键,把它转一转 转一转个视点 转一转个视角 转一转个不同的视角 你转回去,把它倒转 这个转转 打180 反转了它 反转了它,我们想在这里 画一个病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就要画一个病在这个位置 因为方便我们在固定 可能加一个病 因为这个 最主要是 我固定一个份量 我可能在这里 加一个病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复制一个 因为你画一个 没有一个形状 可能会是这样的 包围着这里的工具画 那么,你一定 就要把它看出一些修整 首先,我们先复制一个 圆柱提线 先把这个复制 Ctrl-C Ctrl-V 然后把它拉到旁边 记得按住这个箭嘴 即是按箭嘴平移 我们就会 尽量至 XYZ三个转 我们尽量去调整一个转 便可以了 不要把三个转都调整 先调整了 先调整了 打横平移 再调整 然后第二步 我们就要画一个病 嗯? 大小多少呢? 这里长20 OK 按5 打50 高的话 3mm 就够了 OK? 那你就可以 打横地摄入 摄入这个位置 OK? 那你发现的话 可能有些位置 即是你放大一点 你发现这些位置 是贴得不太够 好的 所以 看这个再摄多一点 下去 看再摄多一点 OK? 摄到刚好 但你发现这些位置 会突出 出来的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修正一下 这个病 那我用什么呢? 用这个 Combine 下面的 Substract OK? Combine 下面的 Substract Substract 按键 按键 Target 就选择这个病 然后Source 就选择这个 圆柱 按键 然后按键 按键 那你就会看到这些 但你发现这些东西 突出了 这些东西 是不要的 那你怎样呢? 首先你点选了 那些东西 你发现这些东西 你发现这些东西 它会选择它 OK? 因为这些东西 原本是和它一体 即是斩了这些东西 然后第二步 怎样呢? 帮助它 点选这些东西 它变得深蓝色 按键 按键 它就没有了 然后这个 你就可以平移过去 分一分 下方的视角点 你发现 OK了 完美了 OK? 按键 点击 但是如果你发现这些角位 就容易弄傷自己 那里是怎么办呢? 修正一下 用Car-Cake这个点 折捏功能后,输入键器则 然后制定键器就投入十 这次我试过这个键器则就试了 因此,大家可以输入键器则使用10 将注册鱼边位 再次用一部 要令人知道的电子是20ml 的量杯 你也要有一字眼标上去 标下面标上面 随你喜欢 我做一个比较难的 标上去这个位置 按T 按Test 在上面标上去 标上去 20ml 你便移到对 移到一个漂亮的位置 OK 按OK 这个位置 如果你突上来 有突上来的好处 看看你如何去做 你喜欢标上去的 你便向下拉 如果你想突上来 便向上拉 假设我想做一个标上去 我向下拉 就是mm 你发现 好像没有效果 为什么呢 因为上面这个字 其实它是一个平面 才是一个平面 平面去建筑而成的 你将这个平面 递进去 你会看到 这里会凹进去 OK 就会完成我们今次的作业了 最后一步 就是 把这两个东西 合并成一块 因为现在是分开了两个东西 你会看到 一字进去 它就会 这个 这个就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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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它变成一块东西 那我们怎样呢 就选 这里 Combine 变成一个Mesh 便会把这两个东西 算出了它 按Enter 你就会变成一块 OK 这个作业便完成了 如果你觉得这些角位 不是那么好看 你要收回原边去的话 按这一样 你点算它 点算它 然后用Fillet 把它收定 好了 完成之后 Explore 3D STL 档 OK 就把它回出做3D STL 档 上传到POWER LESSON 2